好 大家好 今天的港股久違了很久的V型反彈重現人間 一開始跌成四百幾五百點 看怕要試二萬五千點才算稍微揣定 誰知突然間到下午一個鯉魚翻身 屈上升二百點 上落都差不多七百點 算是非常波動的一天 成交都OK 有二千億流上 當然是因為市挫得厲害 上半場做淡油 下半場做好油 所以成交都配合得到 但看圖表 恆子其實還有一個上落位 高點還未有太大的突破 下降軌道還在 下面好像守得住 二萬五千點的位置都未見到 所以就算今天有V型反彈 但你究竟對恆子來說是一個曙光初現 還是一個陰涯未除 兩邊都可以說 因為在圖表上未見有突破 好幸好就是第一 剛剛說成交就大一點 看到兩天 如果成交可以保持在二千億流上 那個動力應該會好一點 但這一點我有點質疑 成交會不會遲到 第二就是一些負面的消息 似乎對一些 尤其是新經濟股的影響 沒有之前那麼大 譬如之前的9618 京東出業績就夠差了 股價都可以升到 昨天出的美團的業績更加碎了 雖然很多人都說 第二季的跌幅收窄 但始終還是一個龐大的歸損 股價都可以抽上 都抽得挺厲害的 再加上之前見到1024快手 在低位都反彈到 所以好像有一點跡象顯示 負面因素已經是消化了 股價就是低位反彈 但是我自己會採取一個比較謹慎 反彈OK 但是都是一個短線的操作為主 中場線始終要看著整個市的氣氛 因為一些負面的因素 一些打壓、限制等各樣東西 你說是不是已經在股價中消化了 我想沒有人會敢說這件事 因為始終這些招數 經常都有新的東西 越出就越急 越出就越密 所以會不會今次是一個割韭菜 那就真的拭目以待 所以我覺得薄反彈是要的 但是上面的目標價就不要碰得這麼高